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全部都参加了本次活动 《你如此坚强》是一部关于反对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暴力和校园霸凌的纪录片 讲述了福建的一名青年同志在遭受校园暴力与公权力暴力之后奋起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张灵轩来到了现场 在影片放映之后和同意的负责人贤 爱白校园暴力调查的负责人缅力评一起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今天是5月17号世界不再恐同日 除了我们在法国文化中心的活动之外 英国大使馆也升起了同志一番人所赠送的彩虹旗 而在全国各地也有50多家同志机构组织了活动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性少数人群的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3w.queercommerals.com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认为这个作品是非常棒的 它非常有力量和感情 我认为江丽辛非常有名 我认为这个同性恋以及这两个对同性恋的暴力 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 必须要得到一种改善 很高兴就是能够把独自行男人能够去拍摄这样的舞影线 然后把它引到社会大众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人去关注到校园七凌 校园八凌 我觉得这部影片是个非常重要的影片 因为它关注到一个全新的话题 对于中国的很多音乐来讲 因为中国很多问题就是因为 没有别人知道有这个问题 然后没有别人关注 我们在今天里头看到那个非常勇敢的母亲 为了他的儿子停生而出 然后给了他这么多的关心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起 更需要更多包括家人朋友 当然就是主要还是消防的支持